我张晓燕想加入你们 好 镜头转到大陆甘肃州曲县 这边发生了严重的土石流灾情 中天新闻记者南校危害林玉峰 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他们终于是进入了灾区 也亲眼目睹了灭村实况 相当令人不忍 连日来的暴雨 让通往甘肃州曲的公路满目疮痍 从山坡上滚下来的大小落石堆满路面 只剩一条车道可以通行 大批载满救灾物资的车队 被管制在州曲县城外50公里处 大排长龙无法前进 土石流的威力有多强大 来看看路边这辆全回的休旅车 车内塞满土石 幸好驾驶惊陶生 驾驶员因为手机作战在车上 被冲走了 今天下午2点40 2点35分左右 他们就准备打电话说是 司机联系到了 进入州曲县城 昔日的街道现在已经变成小河 道路两旁 烟到一楼的土石 尚未完全清除完毕 不断有罹难者的遗体往外运送 就连救灾的挖凸机因为河水暴涨 现在已经被困在滚滚的黄水当中 这里是州曲县政府的九楼阳台 从制高点往下看 现在县府广场已经成了各单位的临时救灾指挥中心 在更远方一点的街道上 可以看到土石还没有完全清除 而更糟的消息是 迹象单位说 这两天还会继续降下豪大雨 让各单位都严阵以待 就怕再有灾情发生 中天新闻林玉峰 兰校威 我们在甘肃州取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